好的,我们现在继续地讲解奥古诗听所写的《圣永集》第68篇的讲章第四部分 Never the less, God shall break in pieces the heads of his enemies, the scalp of hair of men walking on in their transgressions. 这是在《圣永集》第68篇的第22节,我们来看诗高本中文的翻译, 那就是过于高抬自己了,对自己的过犯感到骄傲, 至少他们应该谦虚说, O Lord, be merciful to me, a sinner. 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三节,我们来看诗高本的中文翻译。 那个税吏,却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 天主可怜我这个罪人,但是天主必打碎这些恶人的头颅, 因为那高举了自己的人将被谦卑下来,因此即使上主的死是自愿的死, 并且凭着他自己的意愿不是必要地带着血肉之躯死去了, Shall break in pieces the heads of his enemy。 中文是,天主必要把他敌人的头颅击穿。 在这里,天主的敌人不仅仅是那些嘲笑和定死他, 并且咬着脑袋而这样的说话的那些人, If son of God he is, let him come down from the cross. 这是记载在马斗福音第27章第40节,我们来看斯高本的中文翻译。 路过的人都摇头辱骂他说, 你这车毁圣殿,而三日内重建起来的,就你自己吧。 如果你是天主子,从十字架上下来吧。 天主的敌人还包括所有反对他的教义的人, 以及嘲笑他的过世,是像一般人一样的那些人。 因为那同样的一位天主曾经被别人这样的说过, Others he saved, himself he cannot saved. 这是记载在马斗福音27章42节,我们来看斯高本的中文翻译。 他救了别人,却救不了自己。 他既是以色列君王,如今,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们就信他。 而这同样的一位天主,在二十节这样的说他, 他承担了我们的重担,因他是救我们的天主。 在二十一节这样说,我们的天主实在是拯救人的天主。 上主天主使我们摆脱死亡的关口,英文是God of our health and God of saving men, 但是作为一个谦卑微忍耐爱的榜样, 以及抹去了我们罪孽的笔迹, 天主他甚至愿意将我们的脱离死亡, 应该就是他自己的脱离死亡 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惧怕死亡 但是这是由于他从死亡中拯救了我们 尽管被嘲弄以及死了 他仍然将敌人的头打碎 他对这些人说 Raise me up and I shall render to them 诗高本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圣永吉第41篇第11节的经文 上主求你可怜我 使我病除 为时我能对他们加以复仇 无论是当天主将信从他的那些人的头脑降伏在他自己之下的时候 那对于邪恶的事物来说 会是一件好事 或者是当天主惩罚那些头脑骄傲的人的时候 那对于不公正的事物是一项公正的事情 当他们出于骄傲而被抛弃之时 无论是谦卑地被修正了 还是被抛置到地狱的最深之处 而被抛弃了 其中的原因是 因为无论是哪种方式 敌人的头颅都被破碎 而且打烂了 我们现在来看第23节的第一段 我主说 重视他们逃至巴桑 我也要把他们捉回来 英文是 The Lord has said Out of Basan I will be returned 意思就是 我会转身离开巴桑 或者如某些版本所示 Out of Basan I will turn 意思就是 我会离开巴桑 因为他转身了 以至于我们可能成为安全的 上面所说的那一位 是承担了我们重担的天主 因他是救我们的天主 21节的第一段 我们的天主实在是 拯救人的天主 英文是 God of our health God of saving men 因为在别的地方 圣勇的作者也对他说 O God of virtues Turn down us And show your face And save we shall be 中文是 万君的天主 求你复兴我们 显示你的词言 好拯救我们 这是记载在圣勇集第八十篇 第八节 另外在圣勇集第八十五篇 第八节也有这样的经文 上主求你向我们显示 上主求你向我们显示 你的宽仁 求你给我们赏赐 你的救恩 英文是 Turn us O God of our health 但是在圣勇集第二十三节 他这样说 我主说 重视他们逃至巴桑 我也要把他们捉回来 那么英文是 Out of basang I will turn 巴桑是被解释作混乱 或者是困惑 Confusion 那么什么是 我将摆脱混乱呢 这只会是 由于他的罪而感到了困惑 他在祈求天主的怜悯 使得他们能够把混乱丢弃 这就是那位税吏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的理由了 这是记载在路加福音 第十八章十三节 我们来看经文 那个税吏 却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只是垂着自己的胸膛说 天主 可怜 我这罪人吧 因此 在考虑到了自己 他感到混乱 而他下去 成了正义的人 这是记载在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 第十四节 我们来看经文 我告诉你们 这人下去 到他家里 成了正义的 而那个人却不然 因为凡高举自己的 必被贬义 凡贬义自己的 必被高举 因为上主 已经说过了 我将转而离开巴桑 巴桑也被理解为干旱 理所当然地 上主被理解为 摆脱了干旱 即摆脱了匮乏 对于自认为很富有的人 尽管他们是饥饿极了 对于那些自认为饱足的人 尽管他们完全是空的 也没有摆脱干旱和匮乏 我们再来看二十三节的后半段 纵使他们躲在海底 我也要把他们逮回来 英文是 I will turn unto the deep of the sea 如果我会转身 那么为什么要到达海的深处呢 当他转而救赎之时 上主转身的确是到了他自己那里 并且海的深处不一定就是他自己 会不会或许拉丁文的表达欺骗了我们 而且有没有用到达深处 unto the deep取代了意味着很深地 deeply这个字的翻译呢 因为他自己不翻转 而是翻转了那些在这个世界的最深处 被罪恶的重担所沉没了的那些人 一个从那个地方被翻转过了的人 这样说 from the depths I have cried to you O Lord 这是记载在圣永吉第130篇第一节 诗高本的中文翻译是 上主我由深渊向你呼号 但是如果不是I will turn 我会转身 而是I will be turned unto the deep of the sea 而是我将被转向到大海深处 那么我们的上主就被理解为说过 他如何靠着自己的怜悯 而被转向甚至到了大海的深处 以拯救甚至于处在最绝望的情况之中的 那些罪人 奥古斯丁说 虽然在某一份希腊文的版本中 我所发现的不是unto the deep 到达深渊 而是in the depths 在深渊之中 那是Nivy Ksema 这增强了前一种意义 因为即使在那儿 天主转向从深渊呼号他自己的那些人们 并且即使天主他被理解为 他自己在那里被转向了 也做了这样的拯救 这并非在目标之外的事啊 并且天主他这样的转了 要不然那就是他的脚上沾满了鲜血的这样的转过来 去拯救他们 这件事情 先知对上主他自己这样说 Let your foot may be stained in blood 这是记载在圣永吉第68篇20 我们来看经文 为使你在鲜血中洗涤你的脚 也就是说 为了死被转向到你那里的那些人 他们自己 或者是那些你被转向了而去拯救的那些人 尽管被罪孽的重担使得他们被沉没在海底深处 他们有可能成为你的肢体中的脚 他们有可能藉着你的恩典 形成了这样极大的熟练和精通的去传扬你的福音 For where there has abounded sin there has superabounded grace 这是罗马书五章二十节的经文 我们来看诗高本中文的翻译 但是 罪恶在哪里越多 恩宠在哪里也格外丰富 并且 为了你的名字的缘故 绘制出了一幅很长的寻道的图画 他们甚至争相的去流血 对于这种现象 照着奥古斯丁的判断 是由于他的脚沾满了鲜血 会使人感到更加的满足 最后呢 圣永吉的作者 在二十四节的后半段 加上这句话 你的狗以舌头舔食敌人的血 英文是 The tongue of your dogs Out of enemies by himself 他称呼那些 曾经为了福音而奋斗的那些人 甚至是狗 他称呼那些 同样曾经为了福音的信仰 而努力的人 甚至为狗 好像是在为了他们的上主 而废教 这并非是中途在 斐利伯书三章二节 那里所说的那种狗 我们来看经文 你们要提防狗 要提防邪恶的工人 要提防自行切割的人 然而中途所说的 却是那位吃掉了主人桌上的碎屑的人 因为承认了这一点 克拉罕的女人 值得我们来听一听 我们来看 《马斗福音》第十五章 第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的经文 但他说 是啊 但他说 是啊 主 可是小狗也吃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屑 耶稣回答他说 啊 妇人 你的信德增大 就如你所愿望的 给你成就吧 从那时起 他的女儿就痊愈了 狗应当得称赞 而不可正恶 观察狗对他们的主人的忠心 并且在他的家门口 对着敌人们咆哮 圣永吉的作者 所说的不只是狗 而是你的狗 你的狗英文是 Your dog 那个幼儿是大血 所以他所说的 所以他所说的是天主的狗 他们的牙齿也没有被称赞 但是他们的舌头是被称赞了的 在《名掌记》中 Gideon这个人 Gideon的中文是 基德宏 基德宏这个人 被上主命令 只带领 凡用舌头填水 像狗填水的那些人 因为这并非是没有目的的 没有这很大的奥秘的 这是记载在《名掌记》第七章 第五节 经文是这样的 他就引民众下到水边 上主向基德宏说 凡用舌头填水 像狗填水似的 将他们安置在一处 同样凡须漆跪下饮水的 将他们安置在一处 我们来看第七章第七节 上对基德宏说 我要用这三百填水的人 拯救你们 在如此众多的人群中 发现的人数不超过三百 在希腊语中 T这个数字符号表示三百 其中那个数字T 是十字架的标志 在另外一篇圣泳中 也提到了这类狗 They shall be turned at evening And hunger They shall suffer as dogs 因为先知 伊沙伊亚 甚至责备了一些狗 并不是因为他们是狗 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 如何睡觉 并且喜欢睡觉 这是记载在伊沙伊亚书 第五十六章第十节 我们来看经文 我民族的守望者都是瞎子 什么也看不清 都是哑巴狗 不能叫唤 只会做梦 燕卧 贪睡 伊沙伊亚 他的确在那个地方表明 如果他们为自己的天主 守望和废教 他们就会成为值得称赞的狗 正如同 六十八篇第二十四节中 所说的那些狗被称赞一样 他们正如在二十四节的后半段所说的那样 您的狗以舌头舔食敌人的血 英文是 The tongue of thy dog be read with the same 他们就是天主的狗的舌头了 我们现在来看 第二十五节的前半段 天主人都看见你的玉领 英文是 There have been seen your steps Oh God Steps 中文可以翻译做行走 这些行走 就是你走遍了世界的行走 就像在那辆战车上 你将穿越整个圆形的地球 天主 他暗示着那辆云战车 是在福音中所说的 他的圣洁而忠诚的门徒们 在马尔古福音十三章二十六节 他这样的说 From this time you shall see the son of man coming in the clouds 诗高本中文的翻译是 那时人要看见人子 带着大威能和光荣 成云将来 撇开在地貌德后书四章一节中 所说 他将要做活人和死人的审判官 在那节经文中 他也说 从那时 你将看见 人子在云中降临 我们来看四高本的经文 我在天主和那审判生死者的基督耶稣前 指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恳求你 你的这些步行已经被看到 也就是说 通过揭示新约的恩典 而得以体现 有人说过 How beautiful are the feet of them the proclaim peace the proclaim good things 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十章第十五节 我们来看经文 若没有奉差遣 人又怎能去宣讲呢 正如所记载的 传步福音者的脚步 是多么美丽呀 因为这项恩典和这些行动 是隐藏在旧约之中的 但是当时候满足 天主就乐意启示他的儿子 这是记载在加拿大书四章四节 我们来看经文 但时期一满 天主就派遣了自己的儿子来 生于女人 生于法律之下 这样他就可以在外邦人中被宣扬开来了 在圣永集第六十八篇 第二十五节 诗高本的翻译是这样的 天主人都看见你的玉灵 看见我主我王光临圣殿 英文是 There were seeing your steps, O God The step of my God of the king who is in the holy place 在这里英文所用的是Holy place 圣洁的地方 除了天主 他的圣殿 还会在哪一个圣洁的地方呢 我们来看格林多前书三章十七节 For the temple of God is holy which you are 中文的翻译是这样的 谁若毁坏天主的宫殿 天主必要毁坏他 因为天主的宫殿是圣的 这宫殿就是你们 但是为了使这些行动 能够被看见 我们来看圣永集第六十八篇 第二十六节的经文 歌勇的人在前 奏乐的人在后 在中间还有一对名鼓的少女 英文是 在这里 中文的翻译和英文的翻译 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用英文的翻译来讲解它 在这里 王子们是那些中途们 因为他们走在了前面 所以大批的群众可以进来 他们在前面宣扬新约 与人们一起唱着诗歌 靠着他们甚至是可见得到的好的行为 就像是一个赞美的工具一样 天主被荣耀了 但是那些同样的王子们 是在一对名鼓的少女之中 那也就是 是在光荣的事工之中 因为在此之中 是传道人在设立新的教会 因为这些新的教会 就是这节经文中所说的少女们 她们的血肉被降服了 来赞美天主 因为这是几鼓的队伍 因为鼓是用干燥和拉伸的皮肤制成的 因此任何人都不应该 以血肉的意义来接受这些话 并且借着这些话 而在她的脑海中 勾画出某种放肆的合唱团 圣永吉的作者 继续的在六十八篇二十七节的前半段 这样说 你们应该在圣会中赞美上主 英文是 In the churches, bless ye the Lord 她好像是在说 因此 当你们听到了少女 在击鼓的时候 你是否想到的是放肆的欢乐呢? 第二十七节前半段 英文的翻译是 你们应该在教会中赞美上主 因为教会通过了这神秘的暗示 向你指出 带着心增添了的恩典 教会就是这些少女 有着灵性被调和过了的 锻炼过的血肉 教会就是这些几股的人们 我们现在来看第六十八篇二十七节的后半段 以色列的子孙 因赞美上主 英文是 In the churches, bless ye the Lord God From the wells of Israel 因为从那里 他首先选择了那些 他使之作为水泉或者是源头的那些人 因为从那里 他选择了中途门 他们首先听到 He that hath drunk of the water that I shall give him Shall never thirst But there shall be Made in him A well of water Spring unto life Everlasting 这是记载在若望福音第四章第十四节 我们来看中文的翻译 但谁若喝了我赐予他的水 他将永远不渴 并且我赐给他的水 将在他内成为永到永生的水泉 我们来看二十八节的前半段 最幼小的本亚民领导在前 英文是 There is Benjamin the younger in a trance 有保罗这最后的一位中途 他说 因为我是亚巴拉罕的后裔 便亚民支派中的以色列人 这是记载在斐里博书三章五节 但是显然是在恍惚间 所有的人都为他的呼召的这样大的一个奇迹感到吃惊 因为一个发呆是头脑恍惚了 这件事有时是因为惧怕而发生 有的时候是经过一个启示而发生 思想与身体的感觉痛苦地分离了 这是为了使所要代表的东西可以代表灵 因此照着这样来理解这里一写的内容 那也就是恍惚之间 in a trance 因为从天堂有这样的话 去对那位迫害者说的时候 So, so, why do you persecute me? 这是记载在《中途大师录》九章四节 中文的翻译是 少路,少路,你为什么迫害我 在那里,由于从他身上夺走了肉眼的光 他向在您里面看得到的上主回答 尽管没有看见他向谁在说话 但是和他在一起的人听到了他回答的声音 在这里还有一个可以被理解是 他的恍惚之中的一个 在那儿有他本人在讲话 我们来看格林多后书十二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经文 我知道有一个在基督内的人 十四年前被提到三层天上去 或在身内我不知道 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 唯天主知道 我知道这人或在身内或在身外我不知道 天主知道 他被提到乐园里去 听到了不可言传的话 是人不能说出的 我们再来看第六十八篇 第二十八节的中段 随后有犹大的首领和随缘 浙布隆和纳菲塔里的长官 英文是 Princes of Judah The leaders of them Princes of Zebulun Princes of Naphtalian 由于圣永吉的作者正在指明中途门为王子门 其中甚至有在恍惚中的年幼的本雅民 没有人怀疑在那句话中是表明保罗的 或者当当在王子的名义之下有指明 在教会里所有的人都是杰出的 并且最值得模仿 以色列支派的这些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名字是希伯来语 其中呢 犹大被说成为赞美 浙布隆是力量的居所 纳菲塔里是我的扩张 所有的这些词 对于我们都贴心 最适合于教会的王子们了 配得上他们的领导才能 值得模仿 值得荣誉 因为寻道者在教会中占有最高的地位 并且他们借着圣洁的身价而出类拔萃 然而 但是在殉难中 首先是赞美 因为这是接下来的力量 去忍受一切可能的改变 然后在忍受了所有的事情之后 狭窄结束了 作为奖励 宽广 跟着耳道了 这也可以被理解为 中途主要称赞了这三样事情 信仰 希望 和爱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 我们来看经文 现今存在的 有信 忘 爱 这三样 但其中最大的是爱 赞美 是在信仰之中 力量 是在希望之中 宽广 是在爱之中 实质 是出于信仰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十章 第十节的经文 因为心里相信 可使人诚意 口里承认 可使人获得救恩 但是 在患难的痛苦之中 事情本身是悲哀的 但是希望是强烈的 因为在罗马书第八章 第二十五节这样记载 我们来看经文 但我们若盼望那未看见的 必须坚忍等待 但是心中 轻注了爱会给人宽度 因为在爱内没有恐惧 反之 圆满的爱 把恐惧驱逐于外 因为恐惧内含着惩罚 那恐惧的在爱内还没有圆满 这是记载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八节 因为没有爱 使灵魂狭窄 而产生了恐惧惩罚 我们再来看第六十八篇 第二十九节的第一段 天主求你显示出你的威能 因为我们的上主耶稣基督是一 经过他才有了万物 这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六节 我们来看十高本的翻译 可是为我们只有一个天主 就是圣父 万物都出于他 而我们也归于他 也只有一个主 就是耶稣基督 万物借他而有 我们也借他而有 我们都在他的里面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四节 我们读到 他是天主的德能 他是天主的智慧 但是天主是如何命令基督呢? 这只有当天主赞美基督的时候 才可能发生 因为 God commands his love in us in that while yet we were sinners for us Christ died 这是记载在罗马书五章八节 我们来看十高本的翻译 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们死了 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 How has he not also with him given to us all things? 这是记载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二节 我们来看十高本的经文 他既然没有联习自己的儿子 反而为我们众人把他交出了 岂不也把一切与他一同赐给我们吗? 好的 我们现在再来看一遍第六十八篇二十九节的经文 天主求你显示出你的威能 天主显出为我们行的大能 英文是 Command O God your virtue Confirm O God that which you have wrote in us 借着教导来命令 借着帮助来证识 第三十节 From your temple in Jerusalem To you kings shall offer presents 我们来看十高本的翻译 为了你在耶路撒冷的圣殿 众君王必要向你奉上祭献 Whereas our mother is the heavenly Jerusalem A city of freedom 这是记载在加拿大书第四章第二十六节 我们来看十高本的翻译 然而那属于天上的耶路撒冷 却是自由的 他就是我们的母亲 因为同样的耶路撒冷 也是天主你的圣殿 然后从那个圣殿 众君王必要向你奉上祭献 无论怎样理解众君王 或者是那些 He that is above the heavens Distinguishes over the dough of silver 这里所指的众君王 是指着治理教会的牧师们和长老们而言的 这是记载在第六十八篇第十五节之中的 不论如何 众君王必要向你奉上祭献 这节经文中所说的祭献 英文的翻译是presence 就是礼物的意思 并且什么样的礼物 才像赞美的祭献一样的 可以接受呢 但是有一个声音 反对这个赞美 从突然有着基督徒的名字的那些人而来 并且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意见 但愿后面所说的事完成了 我们来看第六十八篇三十一节的前半段 恳求你怒刺卢尾中的野兽 因为反对这项赞美 以及各式各样的意见 这两者都是野兽 因为不了解 他们的确受了伤害 而且这两者都是卢尾中的野兽 这是因为他们根据了自己的误解 而勉强地解释圣经的意思 因为在卢尾中 这个表达 经文是很合理的被理解为 作为用舌头来表达的语言 根据表达的模式 从而西伯来语或是希腊语或是拉丁语被说了或是其他的类似的语言 也就是说通过有效的原因 暗示了正在发生的事情 现在在拉丁语中经常的见到将写作称为风格 风格英文是style 那么写作呢 因为是借着stylis完成的 stylis是拉丁语 与英文的style是同一个字 所以也用了卢尾这个字 因为是用卢尾完成的 中途伯多禄说 men unlearned and unstable do rest the scriptures to their own proper destruction 这是记载在博多禄后书三章十六节 我们来看四高本的中文 在一切书信内所说过的 在这些书信内 有些难懂的地方 不学无术和站立不稳的人 便加以曲解 一如曲解其他经典一样 而自驱灭亡 这些人是卢尾中的野兽 因此在这里 他说 rebuke the beast of the king 恳求你怒刺卢尾中的野兽 对于这些人 在下面的经文中 也提到了 我们来看第三十一节的后半段 成群的公牛和列国的牛犊 愿他们带着银块钱来降服 愿你驱散喜爱战争的民族 英文是 the congregation of bulls amid the cows of the people in order that there may be excluded they that have been tried with silver 称他们为公牛 是因为一个僵硬 而且不驯服的脖子的骄傲 因为奥古斯丁所指的是异端 但是 至于列国的牛犊 the cows of the people 奥古斯丁认为必须理解为容易误入歧途的灵魂 因为他们容易跟随这些公牛 因为这些公牛不能带领所有的人误入歧途 其中有一些庄重而稳定的人 他们是这样的被写道 In a people of grave, I will praise you 但是他们只可能在他们中间找到母牛 For these are they that steal into houses And lead captivity, silly women, laden with sins Who are led with various lusts, always learning And at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never arriving 这是记载在蒂茂德后书3章6到7节 我们来看诗高本中文的翻译 因为他们中有的潜入人家中 列取那满身罪恶 即被各种邪欲吸引的妇女 这些妇女虽然时常学习 但总达不到明白真理的地步 因为 May be excluded 因为已经说过 可能被排除在外 May be excluded 意思就是 可能出现 可能会突出 正如他所说 可能会变得明显 同样的 在银将的冶炼艺术之中 他们也被称为排他物 exclusos 他们从快状的无形性之中 熟练地塑造出容器的形状 因为圣经的许多含义都被隐藏了 并且只被少数的具有独特的智慧的人所知道 并且只有当我们被迫于尽力地回答异端的时候 否则 这些隐藏着了的含义 绝对不会 如此适当地和可接受地被证明 对此 即使是那些忽略学习 摆脱了深层的睡意 也被激起了一个认真的听证会 以至于他们的对手遭到了拨斥 已经有多少种 关于基督为天主的圣经经文 反拨了非提努斯 有多少关于基督为人的圣经教训 反对了摩尼教人呢 有多少关于三位一体的圣经教训 反对了萨贝乌斯 萨贝乌斯是西伯利亚斯 有多少关于三位一体的合一性的圣经经文 反对了阿利安人 尤诺人和马其顿人呢 阿利安人是Arians 尤诺人是Eunomians 马其顿人是Macedonians 在全世界范围内 有多少天主教徒与多纳主义者 路西法主义者 以及其他的人对立呢 多纳主义者是Donatist 路西法主义者是Nuciferian 有多少在反对着其他的异端门呢 这些异端门 不论他们是谁都有背离了真理的类似的错误 列举或者是提到这些异端门 是太长的一个任务了 这些人就像公流一样 也就是说他们不受自于和平而温和的纪律约束 中途在帝夺书一章九到十节提到 在这个地方 他曾经说过 必须像这样的人才能被选为主教 那就是我们来看经文 坚持那合乎教理的真道 好能以健全的道理 劝戒并拨斥抗辩的人 实在有许多人尚不服从 好空谈 欺骗人 尤其是那些受过割损的人 英文是 able to extort in sound doctrine and to convince the gainsayers for there are many unruly 这些人是抬高了脖子的公流 对于泥和恶不赖凡 是空谈者和引导人的心智 误入歧途的领导者 而这种心智呢 在这篇圣勇中 以母牛的名字来暗示 好的 圣勇集第68篇第四部分的讲章 现在结束了 请继续的收听 第68篇第五部分的讲章 谢谢你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